新一期的鐵枝城鐵甲蟻蟻盒到了 這個是130-133期 這次來說這個包裝有它的Logo 我估計其實沒有太多人訂這隻 因為以前我收貨的時候鐵枝城鐵甲蟻蟻盒1號 就沒有這樣的包裝 沒有這些官方的包裝 這次就有 還有那時候很多時候都把零件拆掉 不是這樣包 零件拆掉就放進一個盒裡 不知道大家關因收貨是不是這樣 我就不是了 就好像散了 有幾期是OK的 都是這樣的 不過就 少些 那現在呢 一至一百期呢 官網那裏呢 也都 有開訂了 那 有人留言就說那個 價錢便宜了 但是我沒有留意官網那個價錢 因為始終 官網呢 我是訂不到 因為它一定要是日本人 和日本地址 沒有辦法 不太懂得訂 那又沒有日本朋友 所以就 都是找回 香港 去訂了 所以 計算運費的話 由它訂價 就不是官方價錢 所以就沒有辦法 這是什麼 掉了出來的 所以官方的那個價錢 我也都忘記了 之前那個 怎麼掉出來的 這個掉了 幸好這次包得很好 所以就 應該就沒事的 好 先把它放上去 這個就是 132期 這個就是 133期 這個就是 131期 欸 還留了這個 幸好有 有聲 看看 這個就是 132期的 放進去 那所以 之前訂的那個 就 計算運費 欸 是貴過 官方的 我想 接近一倍的 那始終 人家要 人工做事 人工修理貨 在日本 跟著就 批箱運過來 這樣 都沒辦法 好 開箱完畢 準備開工 很久 就不回答 你看看 過 去看 不回答 你 沒有